8月3号台风来袭期间 在台东千桥海滩案季发生 两名男性遭海浪卷走溺水的意外事故 其中一名男子自行上岸 而另外一个人还是下落不明 经过海巡及消防人员连日搜救之下 在上午的9点43分 新港籍新玉福6号船长吴先生通报海行人员 说在东河外海约四海里处 发现了浮尸 经过打捞之后和家属确认 这个大铁人就是那位失踪的逆者 这个月3日卡努台风来袭的期间 台东千桥海滩的海域 传出有两名民众细水遭到大浪卷走的意外 当时海巡人员获报后 立即派遣人员前往救援 而其中落水的一名男子自行游上岸 但另外一人则因海象不佳人未寻获 这几日在海上状况许可时 海巡人员以及台东线消防队 也接连出动进行搜索 但都没有结果 而在今日上午9点43分时 海巡新港安检所接获了新港籍 星域服6号的船长吴先生的通报 表示在东河的外海约四海里处 发现了一具浮尸 经过研判为男性 上半身赤裸 而下身则穿着黑色短裤 海巡获报后立即派遣海巡艇 前往现场 并将大体打捞至艇上 随后返回台东复岗渔港 在经过家属确认后 确认该大体为逆者无误 而在此也呼吁在台风期间 切勿前往海边暗季进行水上活动 以免发生不可挽回的汗事 记者陈吉林台东综合报导